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趁这个机会 好好的去看看瞻眼 用一个平衡的角度 抗财富 财富真是邪恶吗 财富又可以有 有善良的一部分吗 只是看怎么用而已 所以我们看看瞻眼当中 如何看财富 所以今天的经文比较多一点 因为比较全面的 去看看财富的问题 我们看看下一个 好第一章 财富 瞻眼很清楚 金钱财富有好处的 这里说 富户的财务是他的奸诚 穷人的贫穷是他的败坏 有金钱是等于有奸诚 可以保护 付诸的人财务是他的奸诚 在他心里面 由于高强 有金钱就能够得到保护 而且财富带来朋友 这个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了 富人朋友特别多 当你富人之间你的钱没的话 朋友都走光了 财务使朋友增多 穷人朋友远离 贫穷人连人事都恨他 负责人朋友最多 这个我就知道 是吗 当然我们按照圣经的 贫穷人我们应该当做他朋友 但是这个是瞻眼 看这个世界事物当中的得出这个解论 当你经济好一点 朋友多一点 能力强一点 而且呢 带来权力 这里说 贫穷人说哀求的话 负责人用威侠的话回答 我们都知道啊 在这个社会当中有等级的 假如你有能力 你的富足金钱多一点的话呢 你的影响力比较强 你贫穷人 说话的时间 只有可以有哀求啊 求你帮帮忙吧 但是呢 你富足的话呢 你就可以帮忙做 你的语气态度都不一样 是吗 你都知道了 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香港人去香港的话呢 要说普通话 买东西 说广东话 英语都不行 他说去一些民店里面 看看你要说普通话了 因为他们说 说普通话的是豪客 才可以招待你 当然其实我们不说话 他们一看 不是买东西的 只是看看 因为我们加拿大人呢 去看看 跑掉那种 他们都不不理理 都知道你没钱 而且你不愿意付这么多钱 从中国来了 去香港买东西 他们这个是豪客 他们愿意付钱买贵的东西 我们都是比较 找一个on sale 我们加拿大现在已经不受欢迎了 就是这样啊 能够 因为他看到你富有了 他才觉得你能够服事你 你的影响力才大一点 这个是事实 所以圣经也说 有财富呢 是有他的功能 有他的好处 这个是比较正面的 好了 另外下一张 愚昧带来贫穷 懒惰的人 守懒的要秀贫穷 守勤的得到富足 耕种自己田地的 这可以得到收成 只追随虚佛的 诸守穷法 艳乐需求 结果呢 得到贫穷 我们要得到富足的话 要努力的 愚昧不工作 结果只是贫穷 下一个 贫穷的致富的正路 是勤劳勤奋 hard work 不劳而得之财 必然烧耗 勤劳 自俗的必然加征 那我们二十七 二十三到二十七 一起练练好不好 你要 以为 你才不能拥有欢 其能传到万代 刚朝各去 愿朝八千 山上的财富 也被收敏 羊高之毛 是为你做衣服 山羊是为做钱的价值 并有五山羊 乃够你吃 也够你的家 现在是谁够养你的屁 那这个是什么 叫你怎么养 养那个山羊 怎么种田 是吗 这是个很简单 说你要 你要支付 按照当时的生活当中 财富就是田地 牛羊 OK 牛羊田地 就是你的财富的源头 你要好好管理你的财富 你要不能掉以轻心 你要看看你的羊的情况 假如羊群有一天生了病 马上把它割离 不然整个羊群都死掉了 那这个是勤劳 要用心思 要好好地去 天天地去好好地管理 hard work 勤劳的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 我们要致富 我们要创造财富 我们要努力 也不能一步登天 我们盼望小孩 能够好好读书 读书以后呢 在社会里面工作 慢慢地 在他的专业当中 慢慢地发展 能够有一天呢 可以致富 我们自己 新移民来这里的 找个生意 也是要努力去做 不是说 哎呀 这里很容易啊 找个生意就可以发财了 没有那么简单的 做什么事情都要勤劳 花很多工作做的 我们常常说 现在Apple的 苹果那个 已经非常厉害了 最近它出了一个 iWatch 最贵的一万美金多 所以现在Apple变了一个 不但是这个 这个电脑的 那个这个 IT的品牌 变了一个 luxury brand 他说这个 luxury brand怎么翻译 摄氏本的 现在戴iWatch 这个当然不是了 还没出来 这个iWatch 这个是很简单的 这个iWatch的话 这个是身份的象征 哇我们以为 这个Apple 那个创办人 乔布斯 Steve Jobs 哇他是天才 他一想出来的东西 就可以成功了 他可以变黄金的是吧 但是我们不知道 Steve Jobs 那个人 他花了一生 投资了很多 他自己 有一次在 那个Stanford大学 演讲里面 就说 我后来有一段时间 他给苹果的赶出去 从头再 再创立这个概念 后来过了好多年 苹果Apple Company 请了再进来 当领导的 他经过好像 旷野一段时间 但是那个时间 他重新思想 当时苹果出了什么问题 设计各方面的事情 电脑设计 结果再回到苹果的时间 苹果就起飞了 当时他是花了 他一生的时间 Hardwork 不离不弃 这个是怎么想 这个是怎么想 他是成功啊 不是在那边做梦啊 天才变黄金的 他是Hardwork 努力的工作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也鼓励 我们这个年轻的一代啊 现在年轻一代 这个太习惯 那个很快的东西 他们买东西 马上做 吃饭 方便面 很快的 很方便 他们不做饭了 他们做事情 以为什么事情 都会一下子成功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世界成功 要一步一步的来 能够努力 慢慢的努力 而且也不一定 能够成功的很大 能够努力去的话 有一点成功了 都是努力的成果 所以我们其实 要教导孩子 在那个勤劳方面呢 真的帮助他们 在价值方面 能够建立一个 Hardwork 这个概念 现在呢 我们这里孩子 都习惯一个态度 没钱啊 钱哪里来啊 爸爸去银行提就有了 有没有 有没有 看到这个事 爸爸没钱 孩子说 哦 你没带钱啊 爸爸去银行拿吧 因为银行是我们开的 钱就银行 随便 那个时间去拿就可以了 不是吗 没时间 半夜都可以去银行提款啊 是吗 他不知道这个钱呢 是要很多的努力赚回来 所以呢 我们那孩子年用的时间 我说 哎呀 不行 因为我们 这个是我们的问题 很容易给他们 钱 打开 爸爸要钱 就给他了 这很方便 所以怎么样做 派报纸 派报纸 好 后来有一次机会 我们家里面这个街头街啊 大概四十几个家 啊 他们照顾派报纸 不是这个一般的 什么Toronto Star那些 这个是社区报纸 一天 一个星期派三次 四十家 但是每一次很厚的 还要放 一个星期派三天 他们做 派报纸 所以开始是姐姐做 还有儿子做 后来爸爸做 爸爸参与做 他们考试 妈妈也参与做 后来妈妈妈妈不行 表弟 堂弟弟 堂妹妹来帮忙做 但是呢 基本都是大部分他们做 做了很多年 哇 很辛苦啊 因为呢 下课以后 四点钟回家 报纸就放在门口 要回家 把它打开 把它放进去 把那个每一面 一个Flyer放在里面 后来呢 就不用了 后来他们把它做好 也是很重的东西 放在包里面 冬天零杀二十度 还要去派 不能派的话 人家投诉了 就把你开除了 所以呢 就是每天都拜 后来学下的很大 怎么办 买个东西 好像那个 那个Slet 放在包里面 就拉 两个人一起去做 哇 有些时间 真的是年假劳工啊 有点 有点算是奴隶的工作 因为呢 基本上算起来 是很便宜的 一个月 做得这么辛苦 一个月 多少啊 很便宜 基本上算起来 比最低工资 只是一部分而已 我女儿做了五年 赚了三千块钱 就一个一年六百块钱 你算起来 一个星期赚多少 十几二十块钱 每个星期跑出去 就是每个星期 一个星期大概一年六百块钱 一个星期十二块钱 每次上市 所以每一次四块钱 OK 好了 每一次做 大概一两个小时 做四块钱啊 哇 很辛苦啊 但是我要教导他们 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钱啊 要努力赚回来 后来他进大学的时间 三千块钱 哇 他的爸爸 这么多钱啊 我的学费六千块钱 可以交了一半 我说 对啊 你做了五年以后呢 只能照一半的学费 那这另外一半 爸爸做 叫回来 挺难赚的钱 他知道呢 要赚钱 要努力去做 他想起来 这么多年 哇 当然还要送他 什么照相机啊 那些gimmick都有 但是呢 很辛苦了 我就盼望 让他们知道 赚钱 真的要努力去投资 那个派报纸呢 不是为了赚钱 是为了他训练他 知道金钱 是要努力赚回来 这个不是轻易 可以拿到的 这个事情 虽然其实我们 也不需要那些钱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 很宝贵的功课 年轻人 要帮助他们 有那个赚钱 勤劳赚钱的 这个经验 所以很多人都说 我们要派报纸 学习派报纸 不要用阶级等级看 派报纸 很地下嘛 我们住大房子 为什么要我们派报纸呢 就是要学习派报纸 让他们勤劳的工作 赚钱 以后呢 对他医生 有很好的影响 所以千万会想想一想 不派报纸 还有其他的 去工作 去麦当劳里面工作 去其他工作 最低工资 让他知道啊 这个赚钱 要努力一分一毛的赚回来 这个才是我们人生 很大的一个帮助 自负的 要勤劳 要努力的 没有一步登天的 要勤劳 好 下一个 歪路 不易的方法 起初 熟德的产业 终究 却不为辅 我要快 有人说 你投资这个项目 每一年 回报 百分之二十 我们有投资专家 有多少项目 回报 百分之二十 guarantee的 基本上没有 都是骗人的 那不是啊 我拿钱回来了 他没骗你 他骗以后的一些 我们这种scheme 叫Poncy Scheme 他把你的钱 给他 给他 最后呢 这个scheme就爆炸了 就拆掉 太快要求回报的 基本上 都是很有问题的 都是假的 诚实的方法呢 要得福 要发那个快的财呢 往往呢 自己受亏损 好 二章十七节 我们再一起练好 以薰华 而得的食物 人爵 感觉更甜 但后来 他的口 后面沉沙 不易之财呀 好像感觉更甜 这个藏人说 最后呢 是沉沙 就感觉 哎呀 一口沉沙 你没有试过 吃东西 都是沉沙的 哇 马上吐起来 完全不享受 吃了以后 等于比不吃还差一点 不易之财呢 他的结果呢 就是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结果带来许许多多的 坏的影响 诡诈求财的 最后一句话更精彩 用诡诈之舌求财的 就是自己取食 所得之财乃是趋来趋去的 侯云呢 那我们不是说 你是用骗人的方法 就没有发财 圣经告诉我们 在远的眼光 在广的眼光 上帝的眼光 用虚假方法 得来的财富呢 最终是 佛云 佛云 而且呢 结果呢 自己取食 就是你以为是骗人 最终害的是害字 虚假之财的 就是佛云 这个事话 圣经都知道 不义之财 转眼之间就没了 相信不相信吗 没办法 我现在有些人说 不可能的 我先用不义的方法 赚了钱以后呢 然后呢 回到正路里面 走正路的话呢 不义之财 变了共义的财 这没事了 先用不义 然后改变 做正义 可以啊 这个可以吗 不义之财来得太快了 正义之财慢慢做 你比较起来 浪费时间 还是不义的方法最好 结果呢 就是自己取食 佛云的 去来去去 就是佛云 那 当然圣经都 有告诉我们 一些不义的人 他们是 哇 他们真的赚了很多钱 他们世世代代 好像都豪华 但是呢 圣经这句话很有意思 看起来是很好 但是只是 佛云啊 单单有财 财物 没有真正的 平安 充满忧虑 充满矛盾 充满不安 就是佛云 抓不住的 不能让我们安身啊 佛云飘来飘去 没有的 不是地的 地的可以安身的 真的财富让你安身 让你感觉能平安的 是个坚诚的 那个是真的财富 假的财富 是佛云的 转眼之间就没了 不能带来我们真正的安全 所以财富的方法 要好好地工作 不要用不义的方法 我们叫孩子 下一代 也是帮助他们 好好地来做 不要单单用那个 speculation 快的方法 太急的方法 速度太快的方法 要好好地创造财富的方法 我从香港过来 香港社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在过去几十年 都是靠地产 发财 所以现在香港人本来很聪明 可以科研 可以做各方面 所以现在香港只有一种人才 炒房子的人才 因为以前香港 你去研究一个项目 浪费时间 十年都没赚到一毛钱 我炒地产 我放进去 一年就可以翻了 百分之二十三十了 十年翻两三倍了 所以赚得最快 那这个影响呢 带来整个社会里面 再没有长远发展的人才 没有这个科研人才 没有做研究的人才 现在我们中国也面对这个情况 房地产是最快可以发财的方法 但是呢 没有真正的研究 科研 开发 往往呢 就是这个事 最后呢 也是逢云 我们担心呢 这个房地产的这个bubble 有一天破的话呢 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 加拿大也是 我们要实事求是的 好好地去做 这个西方的社会 需要努力勤劳的 才是真正最好的财富 好了 圣经里面 除了财富以外的 他还说有一些比财富 更重要的事情 金钱财富不是人生最重要 它是好的 但是还要更好的 所以要教导我们 你要定金啊 在虚无的钱财上吗 钱 因为钱财的不涨气盘 鱼音向天废去 财是好的 但是呢 你定金在金钱方面 你要发现 财他有气盘 我飞走的 有没有这个经验 人生 把所有精力 放在金钱方面 哎呀 原来我们追不了 这个财物 他有气盘 飞走的 因为我们 圣经说 我们要追求 比金钱更重要 不是说 我们不需要金钱 但是我们要 先后的次序 要弄得清楚 把一些更重要的事情 放在钱财的上面 他说美名胜过财 恩从强于金银 人的名声 比金钱更重要 公义比金钱更重要 多有财力 行事不易 不如少有财力 行事公义 人的公义 比金钱更重要 性格方面 行为纯正的 从法人 胜过行事 乖皮的 父主人 少有财宝 敬会耶和华 强于 多有财宝 凡乱不安 财宝 敬会耶和华 得到了内心的平安 家庭的和睦 神的祝福 比钱多了 但是凡量不安的 那种不值得 还有一些 下一个 这里我们一起练 好不好 在这里一遍 我求你两件事 在会的死前 你要求赐给我 求你一时 虚大和保险的 面对我 谁是我的贫穷 我父主 赐给我 虚弱的饮食 恐怕我保护不认你 说耶和华 是谁的 又恐怕我贫穷 就好 你是挟奪我神的名 这个是祷告 你们想过 这个祷告很奇怪 上帝啊 求我不要太穷 不穷的话就偷 也不要给我太富有 恐怕我太富有了 忘记你 那有这样祷告的 上帝啊 求你多给我点富有 让我能够生活安定一点吧 不要太穷 不要太富有 他的重点在哪里啊 重点是金钱 他的用处到一个地步 就差不多了 已经很富有了 再多一点 他的用处都越来越减少了 他的没有的时间 多一点呢 对你有帮助 但是呢 越来越多的话呢 他反而呢 对你的心有破坏的作用 太少不行 太多了 又忘记耶和华了 在钱财的以外 更关键的是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我们跟财富以外的事情 就是神啊 我们跟神的关系 比金钱重要得多 所以这个祷告说 我们不用太多 因为影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太少 我就去犯罪 那关键是 最关键是 我们不能在神面前 得罪上帝 所以说 哎呀 求神赐给我富足 但是不是加强忧虑的富足 人生当中 追求财富很重要 但是有一些事情 比财富更重要 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呢 我们就真的可以感觉 财富呢 的用处 很好 但是呢 可能在财富以外 需要更多的东西 我们年轻的时间 要努力工作 我建立自己的事业 房子呢 最好越来越大 车越来越名贵一点 好的车 对吗 当然 但是呢 后来年龄越大的话呢 你发现你用的钱 差不多 你能够吃得下的东西啊 越来越少 能够绍化的东西 越来越少 能够住的地方 能够管理的地方 越来越小 是吧 啊 最近我 我的岳父岳母 去的老人 老人那个retirement home 以后呢 他们发现 我发现他们 他们对他们来说呢 金钱是重要 因为有金钱 才能够住那个retirement home 但是呢 有些事情比金钱更重要 他们每天打电话来 他们呢 今天是星期几啊 我去哪里啊 去教会啊 哦 还没起来 今天迟到 对他们来说呢 年纪越大的话 金钱已经 对基础 他需要人 照顾他们了 对这个年龄的话 你发现金钱 他不需要一个 照顾的人 他需要一个女婿 一个女儿来 他天天来 可以信靠他 而且那个女士 是牧师 比较好人 可以不骂他 所以他需要 这种人来来做 所以这个金钱 只是到那个地步呢 他的功能啊 差不多了 再多一点 用途也不是很大 不是说没用 神需要我们 看清楚金钱的 他的好处 他的限度 他的框框里面 金钱在这个框框里面 有用 需要我们求神来 帮助我们 供应我们 但是呢 在金钱以外 有一些更加重要的事情 人生 价值 家庭 公益盛情 更重要的事情 不能为了金钱 做得罪神的事 这个事以下要讲的 不能为了金钱 欺欲穷人啊 欺欲贫穷 为利己的 并送礼与父母的 都必缺乏 贫穷人 你不可因他贫穷 就抢夺他的物 也不可在城门口 欺压困苦的人 因为耶和华 必为他便屈 抢夺他的 耶和华 夺取那人的命 不可罗以古石的地界 也不可称人孤儿的田地 是什么意思呢 本来以前的地界 把这个石头放在那边 就是地嘛 这个人呢 孤儿寡妇 我看着他不留意 把这个石头往 往 这个是地 是我往的 往 推向 他的地越来越少了 又过了 又推 他不理解吗 他是孤儿寡妇 慢慢的话呢 我都把他的地 一半都撑过去了 他是 平成人 我欺负他 他没办法请律师啊 罗以古石地界就是这样 称范他们的田地 当时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非常普及的 上帝说不能做这个事情 因为金钱没有比得罪神更重要 欺负贫寒的 是 若末造他的主 怜悯贫穷的乃是 尊敬主 假如我们为了金钱 做一些得罪上帝的事情 抢夺贫穷人的话呢 我们是 不对上帝的神 不尊重 得罪上帝 神追讨 我们的罪 这个很重要 为了金钱 什么都不管 做违法的事情 做得罪神的事情 神是知道的 因为神看顾贫穷的人 他要 惩罚那些 不义 伤害别人的人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 原来要 在金钱的考虑当中 有一些更高的意思 好 下一个 我们应该帮助 我们做基督徒 应该帮助那些 贫穷的人 也慕慈善的 就必蒙福 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 舍耳不听穷人哀求的 他将来 夫宰也不蒙应允 神是年迷人的神 他赐给我们 个人的供应财富 是盼望我们 去帮助别人 这个就先写 关于奉献的意思 我们奉献 教会的奉献 我们能够帮助那些 有需要的人 当然教会很多事情要用 但是有一个下方叫 慈慧基金 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你可以专给教会 有很多需要 神赐给我们 我们要学习把一些事情 金钱专给帮助有需要的人 这个很关键的事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不要我们把那个心 这个年迷的心压住 我们要好好地来去帮助 关注别人 我常常开车 从Fall 1 然后出那个Macken Road 常常看到一些人 在要钱的 你知道香港人 看的人讨方要钱 基本上那个是假的 骗人的 他比我更富有 这个是香港人的看法 现在来了这样 他只是年改的 那个人 态度也 另外一个想法 哎呀 那些人 看看他年轻的 在那边 Help me I am hungry Come on 找工作吧 什么东西都有 后来就想一想 无论他是真是假 他有需要 我开车路过 他跑过来 把这个枪放下来 给他一毛钱 一块钱 不是一毛钱 太小 一块钱 对我来说 没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这个爱心的 年轻的心 应该维持啊 所以现在呢 有时时间他来了 没有时间拿 钱包拿不到 所以呢 现在我在那个车房 那个位置放一些零钱 一块两块钱那边 准备自己能够来 能够帮助他 冬天他们没有 跑不出来 太冷了吧 夏天 春天来了 他们又来了 基本上Fall 1 Kennedy到一直到 到那个Mark Monroe都有的 出来 他们就等那边 那是真是假 真的不知道 但是神既然帮助我们 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 应该也帮助他 这个是金钱的 好的用途 花了这么多时间赚钱 却花一点小小的 去帮助别人 都不愿意的话呢 这个不对啊 我们应该帮助贫穷的人 好了 还有一个往下 这个是最关键的重点 金钱 财富是好的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得到财富的正途 努力去工作 不义的方法 不去做 有了财富以后呢 不应该欺负贫求的人 应该帮助有需要的人 但是呢 我们要看整个人生 怎么看财富 耶稣在这里 登山宝训当中 让我们不要再为自己 自据财宝 我们一起量宝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你们不要 我们要赚紧 我们要赚紧 我们要努力在地上 赚钱工作 但是呢 赚钱工作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赚钱 我们要为上帝赚钱 我们积聚财宝在地上 同时之间也积聚财宝在天上 什么意思呢 积聚财宝在天上呢 会变坏的 当时古代的财宝 就是那个 龙作物啊 东西啊 物件 还有变坏的 虫咬的 现在的财宝 在我们的财宝更担心 只是一个数字号码 随时改变 一下子股票市场变 出现问题就变了很多 这个是更可怕 但是这个财宝都会变坏 都会改变 都会没的 真正的财宝是在天上 什么意思呢 用在金钱方面 我们的金钱 如何投资在天上呢 我跟你说一个故事 我们教会叫华基 创办是怎么样呢 华基的 其实我们创办 我们的创会牧师 是高云翰牧师 他是属于一个机构 叫CNEC 这以前叫 Christian National Evangelism Commission CNEC是个菜汇 但是他不菜人的 他是拆钱 他是一群的美国做生意的人 他们说我们自己 神赐给我们是做生意的 神没有给我们托付去远方做宣教士 好像那个戴德生 他们拆人去 很好 他们说我们的使命是在地上 好好地赚钱 但是我们的钱怎么用呢 我们的钱要给上帝用 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钱组织起来 成了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呢 去东南亚当年第一个工厂 是中国 去中国帮助中国的一些传道人 基督徒 他们有一些人说 哎呀我要读书啊 我要读书 没钱读书 好给你钱 去读书 读完书以后 有没有兴趣读神学 好又给你钱 读神学以后呢 就出来做传道人 先一是当年 就是拆了很多的钱 去帮助高云汉牧师 就从中国来 从香港来到这里 到美国来募捐 就筹款的 后来他说做了很多年 他说哎我要开始 做一个教会吧 他高师母跟说 在筹款 基本上在美国到处走 基本上你准备四个奖将 就够了 呃 讲那个退休会 基本上讲四次 讲来讲去都是几个奖将 不行 他就好好的做牧师 所以开始建立 多伦多华人基督教会 1975年 所以华籍呢 一直跟先一系的关系很好 先一系现在名字改了 叫Partners International 也是同样做 中国现在也有工作 香港东南亚 很多地区 他们把一些弟兄姐妹 能够赚钱的 把钱送到那边去 当然我们知道 猜拳要猜钱也要猜人 但是我觉得那一群做生意的人 他们有这个意向说 神给我们这个钱 我们把它用在神的工作上面 没有那些钱 就没有那个 没有那些 检验机系的工作 也没有滑稽 我当年读神学的时间 也当年 有需要当年滑稽 给我一千块钱 加元 也帮助学费了 一千 等于当年 大概六千多港币 已经够一年的学费 那年是八十年 但是很便宜的 但是呢 但是没钱啊 那怎么办 当然学费高了 交了以后都没钱 吃饭都可以吃饭 是要做其他事没钱 后来呢 爸爸又病了 所以呢 也要赚钱 也要去工作 辛辛苦苦的 一个月才赚五百块港币 很辛苦的 当夜校老师 后来呢 老师知道我的这个困难 他说 哎呀 你不要去教书了 每个星期去讲课 讲两三天 一个月才五百块钱 太少了 那我给你找你帮忙吧 然后呢 他找了一个在英国来的家庭 他支持我 一个月 一百美金 当年一百美金 七百八港币 现在差不多 比我去 去教书了 多了多了 而且还可以专心的读生学 所以我非常感谢 我 我想我没有机会去英国 多些人 那个他帮助我三年 差不多两年多 每一个月给我一百美金 一百美金 对一个家庭来说 不算很多 是吗 一百美金 我们都会拿得出一个月 拿一百美金出来 只是我们吃饭 两夫妻吃个好的西餐 喝点红酒 都一百块美金 差不多了 他们一百美金 一个家庭 英国给我读书 帮助了我 很大 就是金钱的 好好的运用 神的国度当中 我们都听到很多 英雄人物 去宣教室 但是比较少的一些 神 另外一种的英雄 他们神赐给他们赚钱的能力 他们把他们的投资奉献给上帝 帮助了许许多多的福音的工作 这个是把财宝存到天上 当然还有更多 只是今天我们讲财富 我就把财富应用在这里 我们手上的钱 这里不是在乎你的钱 多与少的问题 问题是你是否愿意把你的钱投资在天上当中 我们过了RSP的season 我们都在算 我今年要买多少RSP才可以减税 我们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 在投资的时间 就问你看你的风险承受多少 我现在因为要买RSP了 做了那些RSP 有点可笑 都是基本上都是做一个 做一个好像 go through the motion的样子 投资要怎么样投资 我们要地上做一个精明的投资人 不能说把所有的钱都放在股票 要安全 对不对 要做的好的投资 我们在神的果度当中的投资 是否同样证明了 我们把神赐给我们的金钱 够用的 然后呢 这个能够 有没有把一部分来投资在永恒的事故上 奉献 教会奉献给其他神果的工作 花季里面前几年提到一个事情 叫necacy fund 就是遗产的问题 在西人教会 他们常常有这个方法 就是说 我的年底很大了 我的遗产 基本上孩子们不需要太多 分了孩子以后呢 还要一部分 怎么用呢 好 我捐给某某神学院 做一个什么讲座的教授的钱 把这个赚给他 以后呢 这个本金在那边 然后呢 不断的产生利息的话 可以请一个教授 西方的神学院 西方的基督徒当中 常常用这种方法 用遗产 帮助了许许多多的工作 在华人当中 我们却很少 我们基本上 我们的钱都是留给孩子的 但是完全留给孩子 有他的一个 有他的问题 因为孩子说 我现在不用工作 父母的钱 有一天都是给我的 所以我就乱来 都可以了 因为父母的遗产都是给我 但是呢 更好的方法 就是能够为上帝 把钱投资在上帝的工作里面 我们的金钱怎么用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金钱在人的手中 可以成为一个好的事情 他有他的好处 但是也可以成为一个邪恶的事情 为了得到金钱 犯罪 不应的事情 有了钱以后 欺压从人 欺负别人 但是好的就是 我得到金钱 努力去做 神赐给我的 我用我的金钱 帮助有需要的人 而且投资在神的工作里面 帮助神的恩典 让神的恩典 更多的得到帮助 让神的福音传开 我们现在很多的福音工作要发展 都需要金钱 这个金钱 需要金钱来发展神的工作 这个是实实在在的 请你不要误会 我们像美国的公务师 他非常厉害 他说我们要买一个 Golf Stream的私人飞机 6500万美金 大家一起奉献吧 我们不做那种事 我们的钱都是 不是买私人飞机的 我们的钱 怕我能够投资在一些 真的神的工作里面 神的工作 让我们知道 亚马加 阿甘廷各方面 那是事故发展 都需要金钱 我们在本地需要金钱 我们如何让我们的福音 更有效的 全给更多的人 更有效的培训神的门徒 需要金钱的 金钱可以花了 买的东西 更大的房子 更好的车 更好的旅游 或者是你可以投资在神的国度当中 所以 这个是从小要做的事情 我们孩子 我不知道你们的孩子年幼的时间 现在孩子很小吧 是否有帮助孩子 投资永恒的习惯 有没有 主力学 老师他们有奉献的吗 儿童金败有奉献的 你们是怎么给孩子的 这个有一个关键的 我们从小要教导他们 如何去奉献给上帝 连用的时间 师母就给孩子 好 一块钱 每个 他们小的时间 一个月 您钱是一块钱 基本上都用不了的 好了 一块钱当中 扣了一毛钱 他说干什么 奉献的 所以他实要是 真的拿到九毛钱 从小呢 就把他的钱学习 要奉献给上帝 十一奉献 感谢主 从小就这样 感谢主的话 这个是师母的功劳 这个事情 因为我不管金钱的 感谢主 我们一家 在神的带领当中 学习奉献 钱多与少 不重要 能够学习 我盼望我们的孩子 懂得私比寿 更为有福 懂得投资永恒 比投资自己的 一些享受的东西 更重要 他有那个钱 可以买更好的电脑 更好的碗具 但是呢 能够愿意 这个钱 投资在神的 国度当中的工作 这个是很有意思 有一次 当我们英文堂 在那个 建英文堂的时间 当时呢 我们中文堂 有些弟兄姐妹说 好 英文堂 你们现在我们英文堂 盖得不错啊 盖得不错 比我们还漂亮一点 因为还要 都是Apple 这比较很好 我们就说 好 你们筹款 自己筹款 我们就 Matching 中文堂的弟兄 叫Matching 你们筹了一千 我们就一千 鼓励他们奉献 当时呢 他们就说 好 我要有个计划 有一个弟兄 到我们家里面 一直吃饭 然后奉献 筹款 All matching 我来做 给你Matching 所以他自己 提个意见 所有的年轻人 到我家吃饭 然后呢 付钱 付钱是奉献给 收了多少 我自己Match多少 哇 所以期许 他们就是 讨成一两千 他说我Matching 就加两千 然后中文堂Matching 结果呢 变了一万 神的 神的这个筹款的 逻辑啊 很奇怪 我就非常感动 因为看他们 年轻人自己都 我愿意Matching 筹一块钱 我给一块钱 他赚钱也不容易 但是他愿意来 支持神的工作 把金钱 看为神赐给他的恩典 投资 在永恒当中 更加重要 所以 神今天要欣喜 能够奉献的基督徒 不一单是奉献教会 神的工作 有很多需要 我们基督徒 有能力的基督徒 去帮助 去投资 让神的国度 能够发展 牧师很少 讲金钱 很少讲奉献的 但是呢 这里提到 圣经当中 看财富 我不能不讲 所以鼓励我们 弟兄姐妹 从学生就开始 小孩就开始 帮助 学习 私底受 更为有福 投资永恒 比投资 今生 更重要 我们要投资 这个世界 我们要投资金钱 自己退休以前 我们要好好地投资 不能说 哎呀不用管嘛 有上帝看嘛 投资不用管 我这个有点不负责任 因为自己看顾自己 但是同时间 又看顾神家的工作 这个是更大的 蒙福的一条道路 求主帮助 财富 可以作为 邪恶的开始 我们越来越 关注财富 财富有翅膀 飞掉了 但是财富 是可以成为 一个蒙福的一条路 神 祝福我们更多 奉献更多 神的福气就越来越大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不是被财富捆绑的人 而是让上帝能够 真正享受财富的自由 把财富叫给上帝 真正的自由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让我们弟兄姐妹 今天坐在这里 你就赐给我们生活安定 我们有风主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不要做财富的努力 然后我们能够 按照你的教导 做财富的主人 把他放在永恒的亮光当中 然后呢 投资永恒 好好的管理 你赐给我们的财富 然后做一个好的管家 主啊 我们知道神的果度当中 需要金钱 需要一些有能力的人 大大小小的弟兄姐妹 来帮助投资 让那个永恒的事工 能够更大的发展 主啊 我们需要你自己 在我们心中看得清楚 帮助我们看清楚 财富真正的地位 让我们好好做一个管家 永恒的管家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